禁忌目前对于重度肝功能不全 或者对药物的成分有过敏的不可以使用 有没有警语呢 在使用这个药一定要再次提醒各位 阿可跟ROS-1的基因检测 必须要是有检果验证的单位 发布成为阳性的结果才可以使用 另外Zakoi并不建议用在肝功能的严重损失的病人 刚刚已经有提过 而且最好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使用的前两个月 每一周监测肝功能 之后每个月监测肝功能 如果肝功能出现异常的程度比较严重 更应该频繁地重复检测肝功能 兼职性肺病是一个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有兼职性肺病的可能性 包括呼吸症状急速发作 呼吸道的症状不明原因的恶化 一定要怀疑有没有可能是药物引起的兼职性肺病 先暂停使用用药 诊断或确立到底什么原因 假设确定是兼职性肺病的话 一定要永久停用药物 对于病患本身有心跳过慢 或者有QTC 这个兼职延长的挺值或病史 或者使用心力不诊药物 或者会延长QTC的药物 同时PPC的药物 或者本来有心脏病 电解质失常的病人 一定要在Zacoli的治疗期间 要审慎评估效益跟可能风险 对于这些患者应该谨慎投药 而且要定期监测心电图 电解质跟肾功能 Zacoli在使用DG前 最好取得心电图 电解质包括钙霉甲的素质的检测结果 并建议定期心电图跟电解质的监控 以及尤其在开始治疗时 发生嘔吐腹泻脱水 肾功能不全的病患 应该是需要矫正电解质 另外对于心脏过速来讲 Zacoli可能会减慢心跳速率的完整作用 所以可能在治疗之后 数周才会出现 所以尽量要避免Zacoli跟其他 会引起心跳过慢的药物 包括β主弹剂 之后这些钙离子的主弹剂 包括Virapamil Datiazin Konitin跟Digoxin 这些毛地黄等 以免增加有症状的心跳过慢的症状 定期监控心跳速率和血压 发生无症状 心跳过慢的时候 不需要改变剂量 Zacoli如果使用期间 出现了心脏衰竭的情形 一定要考虑中断停药 减少剂量或停药 另外对于四中性白血流减少症 在Zacoli使用还蛮常见 大概属于严重的有大概12% 有必要是要监测全血球的激素 包括白血球分类 如果观察到有严重白血球 数目减少的情形 或者同时出现发热感染时 应该要更频繁或重复检测 白血球的状态 对于视觉来讲 Zacoli会造成四神经萎缩 四神经疾病 这也是将来Zacoli引起视力上市的一个潜在原因 所以对视力的部分要特别小心 对于新发作的视力上升 特别是一眼 他有时候应该停止Zacoli 评估眼科 包括矫正视力 视网膜照片 视野光学相关的断层扫描等等 另外Zacoli也有人报告说 或者说实用后产生胃肠道穿孔 如果有胃肠道穿孔的情形 要很小心 要先停用药物 并且观察他的一些症状等等 对于肾功能来讲 重度肾功能不全 没有办法 但是不需要腹膜透析 或者是血液透析的患者 应该要调整Zacoli的剂量 建议的监测在肾功能的基准点 以及接受Zacoli治疗期间的肾功能 特别注意那些有危险因子 或者之前生功能不全病史的病患 另外Zacoli目前对非腺癌的组织 包括磷状细胞癌 是否阿可阳性 ROS-1阳性 使用有效的资料相当的有限